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繁衍的速度非常之快 400多年之后 在埃及帝国境内的以色列人已经达到几百万 在这数百年间 或战火纷飞 或和平繁荣 埃及帝国的朝代几经更迭 约瑟所服务的王朝早已成了过眼烟云 约瑟的余音再也庇护不了以色列人 新王朝的法老对这群不执行计划生育的种族 大为头痛 众所周知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 一个民族的人口数量 往往决定着该民族在国家政治中的势力 人口多 势力就大 就能在政治生活中占据较重要的地位 各民族的人口数量之间需要有一个平衡点 一旦失去这个平衡点 那么统治者的稳定江山就可能会摇晃起来 西一代王朝的法老显然身安亡道 以色列民族人数的飞速增长让他深感不安 他认为以色列人已经成了在他身边所埋制的一枚定时炸弹 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新王朝的法老在召开那个扩大会议时 对大臣们坦白地说出了他的忧虑 朕实在是搞不懂这些以色列人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生育能力 你们看 他们人口越来越多 人强马壮 朕若再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再过几十年 这个少数民族就会一跃而成为多数民族 朕眼下至少有三个顾虑 第一呢 少数服从多数历来是社会政治的重要法则 万一以色列人有一天成了多数 朕的江山可就危险了 第二呢 如果他们再闹着搞民族独立 戈山之地恐怕将会离开大埃及帝国的版图 戈山的每一寸领土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大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独立发生 朕将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 第三呢 万一今后我国跟其他国家发生战事 如果以色列人与我们的敌人内外勾结 利用外合 那么朕的江山设计就更是微如泪卵了 内阁大臣们纷纷点头称是 大家互相看看 又赶紧问法老 万岁 那么咱们面对这样的百年一遇的挑战 您即将安出啊 法老黑黑的阴阴一笑 幸亏朕常有远见着实 脑子灵光 执政能力强 朕有两计 料也可以破解这个大凶剧 我们的下一个五年计划 就是要在比东城和兰塞城 搞两个国家级补给中心 这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 以色列族不是人多吗 正好可以命令他们的壮劳力都到比东和兰塞去做骨工 较监工加大他们的工作压力 24小时三班倒连轴转 这样用不了多时 以色列的壮劳力全部都会过劳死 另外还得斩草除根 让以色列人的接生婆在接生时 如果看到是男婴 就把他给掐死 如此这般 就算是以色列人生殖力再强 也抗不住朕的妙计 其种族灭亡 指日可待也 内阁大臣们 听罢法老的毒计 都打拍马屁 万岁神机妙算 乃神人在世 陈等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那么 陈等就按万岁年的既定方针办了 于是 埃及政府抢征以色列壮丁去做骨工 命令他们到施工工地活泥造转 以色列劳工就这样面朝黄土被朝天 没日没夜地干重火 又加之食不果腹 营养不良 路有类似骨的现象天天发生 以色列人怨声再道 再说以色列人的接生婆们 他们接到法老的杀男婴令后 都吓得心惊肉跳 但是他们更害怕以色列的神 对他们实施惩罚 所以他们不敢助手为虐 在接生时并不敢赖杀无辜 以色列人的男婴 这才得以暂时幸存 过了些日子 法老听说他的第二条计策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就非常震怒 他下令把两个接生婆的头头找了来 这两个头头 一个叫施弗拉 另一个叫普阿 这两人可能相当于 以色列人接生行业协会的会长 和副会长吧 那法老坐在金蓝殿上 严厉地训斥这两人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让那些以色列男婴 全部活着 你们知道不知道 按照大埃及刑法 抗者不增者 要么无马分尸 要么凌迟于世 你们难道想尝尝大行呢 施弗拉和普阿 吓得面如土色 不住地叩头 万岁您龙体金贵 千万不要发雷霆之怒 不是我们无能 实在是以色列人太不一般了 以色列人的妇女 不像咱们埃及妇女 她们都是体格强健 我们还没有赶到接生现场 他们自己就已把孩子生出来了 我们总不能等孩子生下来 才动手杀他们吧 况且 以色列的神士 何等地让人敬畏 杀了他们的男婴 神若发雷霆之怒 不要说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怕是也要连累咱们埃及的父老乡亲啊 请万岁三思 经两人这么一说 法老不禁心中发力 他想了又想 无奈地对师傅拉和普阿挥了挥手 算了吧 这也不为难你们了 你们都下去吧 这两人侥幸离开法老时 早已是吓得汗流通体了 可是 法老仍然不把休 一招不成 再是一招 法老决定发起一次全民运动 他对全埃及人民颁发出一道上语 今后凡是有人看到以色列人的心生男婴儿 全部扔到尼罗赫里位于 抗执者 窝藏者 斩立决 这一招更阴毒 一个国家的民众一旦被煽动起来 恶国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以色列人的男婴顿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刚一出生 死亡已经在等着的 可怜呢 多少以色列男婴就这样夭折在这道死亡令之下 以色列人苦不堪言 眼睁睁地看着后代被埃及人投入尼罗河 他们束手无策 只能向神哀告 神当然垂听自己子民的哀告 他于是要兴起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出水火 却说 在以色列的立位支派中有一对夫妻 男的叫暗兰 女的叫约基别 他们生有一女业 姐姐叫米利安 弟弟叫亚伦 正当法老刚刚发起针对以色列人的大哥男婴命运动时 约基别又怀上了孩子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约基别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一家人又是喜又是幼 瞧这小子长得天庭饱满 地火方圆 实在是太可爱了 但是法老有杀男婴儿的行政命令 这可把夫妻俩给仇坏了 藏又藏不住 躲又躲不了 难道这无辜的孩子一出生就要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吗 万般无奈之下 夫妻俩决定把这个新生男婴交给神 由神来决定他的命运 于是他俩就拿葡草编了一只篮子 涂上防水的沥青和柏油 把孩子裹好后放在篮子里 然后又把篮子藏在尼罗河河边的芦苇丛里 夫妻俩又让自己的女儿米利安朵在远处偷偷地看着 要看看葡草篮中的孩子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无巧不成书 就在暗兰和约基别夫妻俩无可奈何地把新生男婴放入蒲草江 飘进尼罗河的当天 法老的女儿在宫女们的陪伴下来到尼罗河边来洗澡 埃及地处热带 酷暑难当 人们常常到尼罗河边冲个粮木个浴什么的都是家常便饭 况且在古代就算是皇宫内院也没有像现代社会那样摩登的洗澡设施 所以宫中女眷也不能免俗 他们也就因地之意 就地取材 天一热就跑到尼罗河这个天然澡堂子里泡澡 如果放到现代 不被那些专窥隐私的狗仔队偷拍爆料才怪呢 却说法老的女儿正在尽情沐浴 忽然听到不远处的芦苇丛中有婴儿的哭声 就命令宫女们前去探个究竟 谁知宫女们抬来一个葡草香 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个活蹦乱跳的郡南海 瞧着孩子又哭又闹 胖嘟嘟的小腿踢来踢去 真是好可爱哦 公主看在眼中心生爱怜 就对宫女们说 这一定是以色列人的男婴儿 哎 刚生下就被抛弃 但这孩子也是太招人爱了 本姑娘决定收养下来 咱们带回宫中抚养 有宫女连忙说 启禀公主 万岁可是有旨啊 凡以色列人的男婴 都要抛到尼罗河里喂鱼 为者格杀勿论 万岁要是知道 公主您收留他们的男婴 可就不好办了 公主哼了一下 父王的御址也实在太残忍了些 但是那御址都是对着你们这些庶民百姓们吓的 对本姑娘可是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父王对本姑娘想来是宠爱有加 我要的东西 父王可是没有不答应的 你们不必啰嗦 父王那里本姑娘自由主张 这一切全被站在远处的米利岸看见了 她走过来问公女 我看见公主捡到一个以色列人的男孩子 请回禀公主 要不要找一位以色列人的奶妈来替她给孩子喂奶呢 顺便还可以照顾这个孩子 公主听了公女的报告 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就点头同意了 不一会儿 米利岸通知了自己的母亲约基别 约基别忙不迭地来到公主这里 公主下令的 你把这婴儿带去 替我好生养她 不得有半点疏忽 我自会派人给你工资 带到孩子长大些 带她来我的宫中 约基别大喜过望 她强忍心中喜悦 高声答应 公主您请放宽心 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您效力 把这孩子给您带好 数年之后 孩子渐渐长大 出落成偏偏美少年 约基别把她领进宫中 紧见公主 公主一见 别提多高兴呢 她摸着孩子的头对她说 我的眼睛真的没有看错 你这孩子越长越可爱了 本公主现在就正式收养你为义子 我给你起个名 你就叫摩西吧 按照我们埃及话 摩西就是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 你可是本公主把你从尼罗河中拉出来的呀 另外 从今往后 你就跟我住在宫中 我要请全埃及最牛的教授专家来教你习文 再请全埃及最牛的大内高手来教你练武 我要把你打造成文武双全 又红又专的跨世纪人才 摩西年纪虽小 人却特机灵 一听公主此言 顿时对着公主叩拜 孩儿摩西给黄额娘叩头 愿黄额娘服辱东海 寿比南山 青春永驻 永远健康 公主听罢 西上没烧 从此 摩西就在埃及的王宫中 接受当时最高等的贵族教育 成了皇子皇孙们的同学 而且成绩优异 出类拔萃 看到这里 看官你或许会问 这位搞恐怖杀鹰活动的法老 究竟是历史上的哪一位呢 圣经学者和考古学家们争来争去 至今没有一个定论 按传统之说 摩西出生在大约公元前1526年 他出生时正值埃及第十八王朝的著名法老 杜德摩士仪式当政 这位法老有一位年轻貌美 聪颖会侠的女儿 乃他的正宫娘娘所生 名叫哈特摄普苏特 当时在尼罗河畔洗澡的 正是这位杜德摩士仪式的掌上明珠 使他发现并收养了摩西 另据埃及学学家考证 那时的埃及既是军事强国 也是文化强国 统治阶层时 有延览选拔外族优秀青年 到王宫中接受文化训练的举措 借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弘扬传播埃及文化 向其他民族灌输埃及人的意识形态 况且 这位刁蛮的埃及公主 连她的父亲杜德摩士一事 都得让她三分 她领养了以色列男孩 虽然引来诸位王子 王孙们的侧目相看 但是宫中 谁敢对这位姑奶奶多言 老虎的屁股可是摸不得的 母老虎的屁股 那可是更加摸不得了 既然如此 作为法老最宠爱的公主 所收养的最得宠的儿子 摩西从此一举登龙门 身价百倍 杜德摩士一事驾崩后 他与侧妃所生的儿子 杜德摩士二世继位 也为不是正宫娘娘所出 这位刚继任的法老 心中颇为不踏实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就迎娶正宫娘娘所生的女儿 自己的同父异母姐姐 哈特摄普苏特为皇后 这位哈特摄普苏特皇后 也就是摩西的养母 十多年后 体弱多病 性格软弱的杜德摩士二世 又驾崩了 他和侧妃生的儿子年纪尚幼 正宫皇后哈特摄普苏特 于是当仁不让 干脆自己当了女法老 哈特摄普苏特 金国不让须美 是个了不得的女中豪杰 堪称古埃及的武则天 西太后 她也是古埃及历史上 唯一的一位女法老 这位超级强悍的女法老 其个性也极其男性化 据说她常常把胸脱扎得紧紧的 像一块烫衣板 她的雕像上竟然留着男人的小胡子 你知道吗 那著名的尸身人面相 下端的胡子 其原始造型 就是效仿这位哈特摄普苏特 女法老的胡子仰式 哈特摄普苏特和杜德摩士二世 曾经有过一个女儿 但是不幸夭折 所以哈特摄普苏特 膝下无儿无女 她对摩西这位养子就格外器重 特立独行的哈特摄普苏特 甚至有意让摩西来继承她的法老位置 于是她将摩西送到各类大师学者处 加以特别的栽培 接受帝王培训 作为自己可能的接班人 不过 毕竟摩西的血统是以色列人 让她继法老之位究竟不合祖规 即便哈特摄普苏特多么强横 她也不敢藐视埃及皇室既定的法则 来让一个外族人继承法老之位 可是摩西由此而遭到杜德摩士二世 及其儿子 就是后来的杜德摩士三世 这父子两人的强烈嫉恨 却说摩西在宫中优越的条件下逐渐长大 学识和才华也有长足进步 圣经说她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 可以说是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王道 在知识上得到名师指点 在治国安邦上则得到养母的亲传 虽然宫内宫外对摩西这位外族人 做埃及皇子都有看法 对摩西本人也是指指点点 但是宫中有强势的养母坐着女法老 摩西的特殊地位 暂时没有人可以撼动 执政二十多年后 哈特摄普苏特女法老驾崩 杜德摩士三世纪了位 摩西一下子失去了大靠山 这位大名鼎鼎的杜德摩士三世 擅长文质武功 虽然她与她的姑母兼继母 哈特摄普苏特相处不睦 但是她却揭许了哈特摄普苏特的一位 在她做法老期间 她把埃及打造成了 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超级帝国 杜德摩士三世的屁股 刚刚坐上了法老的宝座 她就想要除掉摩西 以绝后患 因为她仍然把摩西视为潜在的皇位竞争对手 但是欲加之罪 确实暂无借口 杜德摩士三世很有心机 对摩西非常客气 继继续让她享有皇子的称号 地位 待遇 继续让她在皇宫中自由行走 继续让她在国中担当重要任务 不过 杜德摩士三世一直在暗中寻找一个 可以除掉摩西的正当机会 不久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再说 摩西知道自己的身体里 流的是以色列人的血液 知道自己出生于以色列民族中的立位之派 也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哥哥姐姐 要隐瞒身份的真相 确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她从年轻时 就对以色列同胞怀有深厚的认同感 虽然那位曾经全是熏天的养母死了 但是她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聪明才能 舒舒服服地在埃及政府中某个高位 安享人生 然而 摩西身在埃及 心却在以色列人 当她看到自己的同胞受折磨时 会情不自禁地为之而热血沸腾 约公元前1486年 摩西40岁 有一天 她去建筑工地视察工作 忽然看见埃及监工劈头盖脸的 殴打一名以色列奴隶 只是因为这个奴隶不小心犯了一点小错 摩西给惹火了 趁别人不注意 她上前去三校五除二 就把那个埃及监工给废了 然后把她的尸体偷偷埋掉 摩西以为自己干得干净利落 天衣无缝 所以在事发之后 她从容不迫地离开了现场 到了第二天 摩西回到工地继续视察 见两个以色列同胞在打架 就走过去殉职欺负人的那一位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 为什么欺负自己的同胞呢 那人却恶狠狠地回答说 你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你不就是埃及人 豢养的那个以色列人摩西吗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谁派你来做我们的审判官 你杀了那个埃及监工 难道你也要杀我不成 摩西一听此言 不由大惊失色 心想糟了 大家一定已经知道我所做的事了 那么当今法老也一定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那个埃及监工 虽然只是一个食品芝麻官 但他毕竟是朝廷命官呢 此人固然是自寻死路 死有余辜 不过我这样不经朝廷批准 就代表人民判处了他的死刑 也确实太鲁莽了一些 当今法老正要抓我的小辫子 想着我于死地 出我而后快 我不正好自动咬上了他的吊钩吗 不行 我不能在此坐以待毙 不能等着法老派人来捉我 得赶紧金蝉脱鞘 一走了之 果不其然 杜德摩氏三世也得到了摩西厮杀朝廷命官的消息 他乐得心花怒放 这真是上天助我 真正琢磨着 怎么样才能名正言顺地干掉你这个假皇子呢 这下可好 你倒是自己寻上门来了 摩西啊 摩西 这一回你可是死定了 他立即吩咐到锦衣卫何在 你们赶紧去摩西府邸 把摩西捉住 压来见阵 如果他胆敢顽抗拒捕 你等就把他来一个万箭穿身 就地正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